说你看到当然大家很关心结局 有人认为最后受伤的会是民进党 然后石板民夫 石板民夫你要知道 挺赖心得不遗余力的 他看了这个现场说 哇年轻人还是这么多 年轻人还是挺柯文哲 然后尤英龙也说 哇令人刮目相看 这就是我昨天的直觉 那天下杂志也写了一大篇 柯文哲背弃柯文哲现象 是什么 台湾政党第三势力会瓦解吗 这是大家所不乐见的 那我比较关注的就是 AIT为什么这么关心 民众党也已经证实了 杰大使用一点时间 你觉得美国会怎么看待这个案子 美国希望赖心得有所节制 不要在内部先这种政治风暴 把内部的这个动乱引起出来 为什么 因为美国希望台湾内部不要有问题 然后你才能一起跟美国一起来 去联手抗中 要尊心抗中 对对对 美国是希望一个能够控制住台湾内部政局的一个 然后跟美国配合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美国不会希望你内部是乱的 而且这个案子 美国人收政的话 不会比你的检调差 美国在台湾各地 遍布这种收政的人 AIT是直接跟民众党联系 民众党后来有证实吗 AIT做的做每次选举做的民调 有时候比我们这些 这些我们这些媒体还准 AIT在台湾社会的生根 这种美国在台湾这个 各行各业生根 那多生啊 他知道这件案子 而且这件案子办的是太荒腔走板了 我们干过公文就知道 你把所有的公文调出来 你就知道有没有问题 公文那么多 你检察官查了那么多 结果你找不出市政 第一个市政 第二个金流也没有 然后现在还要把什么金流高手才拉进来 那就不就证明了 你没有金流的证据 那我问如果说赖清德这个政府的司法团队太过分的话 你觉得AIT会干预吗 会干预啊 会直接告诉赖清德 直接打给赖清德 因为这个案子是这样 这个案子赖清德是怎么讲呢 他会让美国人很担心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白是从绿分支出来的 所以你很难去说 就是说美国人希望的是怎么样 他不是美国人希望你的意识形态是独派的 所以他不喜欢蓝 对 对他喜欢你是一个独派的意识形态 这个符合现在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战略地缘战略利益 你现在你把绿给他车成两半了 而且是绿的未来 你现在赖清德跟在身边的都些什么 都些奥基上吗 对不对 这边老绿男嘛 那小绿男在哪里 小草都在柯P这里 那你等于把你这个独派的这种意识形态的 未来你把它砍掉了 对台独就不够巩固 台独不够巩固啊 因为他看到一个主张独派的人 这个道德如此不堪啊 而且实际上 为了私利 他有什么理想性 如果啦 如果未来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也被判了刑啊 他的这个证据无法说服的话 那不得了 你觉得小草会心甘情愿的回到民进党 就跟隋来清德吗 你刚问那个预言的问题 我大胆预言 柯P是浴火凤凰 浴火凤凰 他那个浴火重生以后 借大使 吴子佳会警告你哦 没有我没有讲磕 我没有讲赖啊 我没有说赖啊 你讲是他最害怕的事 没有我是讲磕 梁哥吴子佳委员跟借大使 以四人放 去那个好去 他胆子比较小 对对对 不要去像吴子佳 不要去那个很惹 那种很可怕的人 对他是说很什么 天下第一狠人 天下第一狠啊 对对对 我不会去惹狠人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他是凤凰 狠人就生气 对对 这个他这个他没有办法 你赶快改 好 我们可以在这边停住 越描越黑 怎么样讲都不太对劲 浴火 浴火攻击 好但我特别要请教一下 一下接大使 就是这个秦刚啦 这个秦刚是一个说实话 不管他现在消失了 活着还是没有活着 他是永远大家关注的焦点 其实他的案子 好长一段时间 三不五十 我不知道 美国媒体就拿他出来蹭一下流量 还蛮有效的 真的是蛮吸睛 那华盛顿邮报又登了一大片 有消息来源 两位美国前官员 说失踪的秦刚还活着 之前确实他出事之后 有一度传出他死了 那现在说他还活着 然后也有工作 在哪里 在外交部旗下的一家出版社 担任第一阶的职务 所以里面的信息含量 第一个他活着 第二个他没有被监禁 他也没有被判刑 然后他还可以有一份正常的工作 虽然这个正常的工作 比起他以前那个高大上来讲 是低阶的 是隐晦的 是不能露面的 是必须要隐性埋名的 但毕竟软着陆 虽然意味着秦刚失宠 但表示他脱离险境 不会进入监狱 但是当然他的职业生涯 也已经结束了 然后这一篇里面写了一大堆 就是秦刚过去怎么样 跟美国印刚 然后也有一个细节 说秦刚的迅速崛起 惹恼同事 当然这句话 我觉得是有点挑拨的意味 秦刚出事是同事检举吗 这个意思吗 华盛顿邮报还写了一大篇 说在佩洛西访台的时候 秦刚那时候担任驻美大使 就引发了战狼外交 他去恐吓呛美国官员 说会抹去台海中线 后来好像也预言也实现了 对吧 所以秦大使怎么看待秦刚 其实我觉得华盛顿邮报 现在还会登这类的文章 因为秦刚的故事 他是有吸引力的 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 到现在他还有很多蒙着很多 没有揭开的面纱 去揭这个面纱绝对有这个 有他市场 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 就蹭流量了 有流量 其实这个网上我最近还听到很多人 在讲那个傅小田 说什么时尚最惨情妇等等 每一个流浪都好高 对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 你看一个外长外交官 然后又有这个好绯闻 又有这个傅小田 这个好 这个大美女 这个故事太精彩了 然后突然神秘失踪 然后有人传闻 过去传闻说他已经死了 就不要再追了 他已经死了 他自杀了 那现在又说他还活着 那活在哪里呢 都是道听途说传这么推测 可是这篇故事事实很精彩 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 讲他的基本上这些 都是是而非啦 你说他迅速攫取人老同事 这一定的 你在任何行政机会 你如果迅速攫取看看 有多少同事会不爽 不招人计是庸采嘛 那这是绝对的嘛 那你说他的这个好 他的这个路线 比较这个好 比较强硬 不过秦刚事实上 他在发言系统 在这个外交发言系统 待了非常的久 所以呢我认为 他大概发言是 应该是上面是信任的 不会说对某种 某种情况的说明 会得到上面的这个 会有意见 他的拿捏应该比 其他没有像他这种 在发言系统待过的外交官 应该更精准 但我觉得这篇 一个很大的含义 就是说秦刚没有叛国嘛 之前越说他的 秦复傅小田 是什么间谍啊等等 言下之意秦刚可能告诉了 他一些国家机密 所以当时大家会觉得很严重 如果说这篇的报道是确实 那秦刚是软着陆 他没有获罪 他没有这个判刑等等 那你就证实了 之前的报道是假的嘛 他并没有一些什么叛国啊 交出机密的问题啊 我想他叛国的话 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情况了 因为叛国就很严重 而且说实话到他这个位阶还会叛国啊 事实上也有点匪夷所思啊 他也没得到什么啊 对我另外一个比较有一个消息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比较可信的 其实就是说是俄罗斯那边的副外长到北京去 提供了一份秦资给中国大陆 结果立刻这个事情就 秦刚就不见了 然后呢 那个秦资说秦刚跑去这个洛杉矶出差的时候 待了比较久 然后他跟傅小田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说这个比较可信 因为在华府耳目众多啊 在华府就是一个谍报圈子 他跑到洛杉矶 然后去跟他的这个 跟傅小田两个人 大概这个一起 这个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消息是容易会被抓到的 那这个消息我认为应该是 以外长来讲的话 这是风际问题 而且是严重风际问题 那上面一定办 尤其像习近平现在这个 他对这个内部的纪律 是非常要求非常严密的 尤其是秦刚这个位置 也相对来讲是非常的敏感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判光清爽高防晒凝露